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中国影视巨星赵丽颖,闪耀当代迎评的明星之光 在中国的影视圈中,有许多颇具实力和魅力的女演员 而其中一位备受瞩目的就是赵丽颖 她以其出色的演技,清新甜美的形象以及独特的魅力成为了众多粉丝心目中的女神 赵丽颖的演艺生涯虽然起步艰难,但凭借着对演艺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出色的表现 逐渐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好评,成为了当今中国影视界的一颗璀璨明星 赵丽颖出生于河北省狼房市,自幼就展现了出色的表演天赋 在她的成长过程中,舞台就像是她的第二个家,每一次的表演都是她展现自我的机会 尽管家境一般,但赵丽颖的母亲一直支持着她的演艺梦想,给予她鼓励和支持 随着年龄的增长,赵丽颖决心踏入演艺圈 她前往北京参加各种选秀节目和演艺培训班,努力锻炼自己的演技和舞台表现能力 赵丽颖的演艺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出道初期,她经历了一段辛苦的摸爬滚打时期,参演了一些不太起眼的剧集和广告 然而,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反而更加努力地提升自己的演技和表现能力 直到2013年,她在古装巨花千古中饰演女主角白凤九一角,一举成名 她不仅塑造了一个美丽、善良、坚强的角色形象,还凭借着精湛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新生代女演员之一 随着花千古的热播,赵丽颖的知名度和人气迅速攀升 之后,她陆续参演了《楚桥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多部古装剧》 凭借出色的演技和形象塑造,再次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并在影视圈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与此同时,她也开始尝试一些不同类型的角色 比如《了不起的挑战》中的《自闭症女孩》、《攻心记》中的《阴险利基》等 展现了出色的表演实力和多样化的演艺风格 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她的演艺履历,还让观众看到了她的进步和突破 赵丽颖作为中国影视界的巨星 她的名字不仅仅是一个演员的代号 更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 她的演艺生涯充满了辉煌和成功 成就了无数竞典角色 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尊敬 在中国影视影评上 她如同一颗璀璨的明星 闪耀着属于自己的光芒 首先,赵丽颖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和深厚的功底 塑造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角色 这些角色有着不同的性格特点和生活境遇 但每一个都展现了她的演技实力和表演魅力 无论是清纯可爱的小女仆 还是坚韧勇敢的女将军 她都能够演绎得淋漓尽致 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其次 赵丽颖的演艺作品也涵盖了多种类型 从古装剧到现代剧 从爱情片到历史剧 她都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不同类型的角色 展现出多样化的演技魅力 她敢于挑战不同的题材和角色 勇于尝试新的表演方式 这种敬业精神和执着追求也为她赢得了更多的赞誉 然而 赵丽颖的成功并非来自于天赋的降临 而是来自于她不懈的努力和坚持 在演艺道路上 她历经千辛万苦 不断磨砺自己的演技和表演能力 不断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 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了天道酬勤的道理 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学习 奋斗的榜样 对于广大观众而言 赵丽颖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演员 更是一位被受尊敬和喜爱的偶像 她的成功不仅是属于她个人 也是属于每一位为之努力奋斗的人 她的光芒不仅照亮了迎平 也激励着我们每个人勇往直前 勇于追求梦想 勇于拼搏奋斗 最后 让我们共同期待赵丽颖未来 更多精彩的演艺作品 期待她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愿她的演艺之路越走越宽广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她一样 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在人生的舞台上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王一博追风者 迎平台网双冠王 演艺未若来年度爆款 在爱奇艺平台热播的民国题材电视剧 追风者近日热度持续飙升 一举成为爱奇艺2024年度首部热度破万的剧集 引发全网热议与广泛关注 这一傲人成绩的背后 离不开主演王一博对剧中核心角色魏若来的深刻理解和精湛演绎 王一博以其深入人心的演技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赋予了魏若来这个角色鲜活的生命力 她以细腻的情感把握 精准刻画出魏若来从一个平凡的民国青年 逐渐在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残酷现实中 魔力成长为具有坚定信念与高尚理想的革命战士的心路历程 她将魏若来的成长疼痛 挣扎抉择以及最终的英勇担当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展现出强大的共情能力和角色塑造力 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深感共鸣 无法自拔 追风者的故事不举紧凑 剧情跌宕起伏 而王一博饰演的魏若来 则犹如剧中的一股强韧力量 引领着故事走向高潮 她的每一次志勇较量 每一段深情告白 甚至每一次眼神流转 都饱含着饱满的情绪张力和人性光辉 让人物形象立体丰满 深入人心 此外 追风者除了在网络平台爱奇艺上取得瞩目成绩 更是在电视台播出后收视率一路飙升 实现了台网双爆的壮举 足现该剧品质卓越 影响力广泛 这其中 王一博所贡献的精彩演艺功不可没 他以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演艺才华 也进一步推动了追风者 成为一部现象级的影视作品 追风者的成功背后 既有剧本的精良打磨 也有导演姚晓峰 王一博等主创团队的专业素养和倾情投入 他们共同铸就了一部兼具思想深度和艺术观赏性的优秀电视剧 而王一博对于魏若来这一角色的成功塑造 无疑是其中最为璀璨夺目的一笔 追风者中王一博的表现可谓惊艳全场 他成功塑造了角色魏若来 成为迎评和网络的双冠王 这部剧不仅是一场观赏 更是一次深刻的思考和感悟 王一博在追风者中的演出实在令人印象深刻 他不仅凭借着出色的演技 将魏若来这个角色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更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专业精神 赢得了大家的赞誉和认可 他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 让人为之动容 感同身受 而追风者作为一部年度爆款 不仅仅因为剧情扣人心弦 更是因为王一博等一众实力派演员的精湛表演 他们的演出不仅仅是一种记忆 更是一种对生活 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表达 通过这部剧 观众们看到了不同人生境遇下的成长和坚守 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和美好 王一博在追风者中的精彩表现 也为年轻演员树立了榜样 他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用行动诠释了青年人应有的担当和责任 他的成功告诉我们 只要有梦想 有才华 就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作为观众 我们应该珍惜每一部好剧 感受其中的温暖和力量 正如追风者所传达的那样 生命不只有追逐 更有坚守和奋斗 让我们怀揣梦想 不忘初心 勇敢向前 追风者的精神将一直激励着我们前行 最后 让我们一起期待着更多优秀作品的出现 也希望王一博能够在演艺道路上越走越远 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欢乐和感动 让我们一起为优秀的演员和精彩的剧情点赞 共同见证中国影视产业的蓬勃发展 共同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